大家好 今日正能量 那些人說華記幕後的金主是誰呢 就是這個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吳啟文先生 陸Sir自己介紹一下 華記你好 大家好 我叫吳啟文 其實我就是 世紀21香港人公司的行政總裁 其實我也是世紀21新加坡 世紀21澳門的負責人 經營世紀21 都要27年了 好了我們今天華記會客室 今天VIP 首先在開始之前 我要多謝吳先生 包容我 為甚麼呢 大家記得在2019年黑暴最嚴重的時候 當時如果大家記得 很多店舖被嚴重的刑事破壞 特別是我們的同行 詩永千先生 他都從來未表過態 但他都有十幾間店舖 被刑事毀壞 基本上在那個 期間就非常之恐怖 和黑暗 但是 我看到這個情況 因為我是身為世紀21加盟商 我是2003年的時候加盟 我看到當時有150間 世紀21 集團的分行 我怕連累人 我一輩子最怕連累人 當時我立即找吳先生 吳先生我怕你150間分行被人 炸了 我不知怎樣面對 不如我退出 吳先生當時很包容 是 是 這個 割難當前 大家都要面對 其實 我們做生意 什麼人都要服務 沒有分任何的 種族背景 所以 我們不應該介懷這些 吳先生當時就說 世紀21集團這個 品牌 是服務任何人的 所以當時我說 不如我暗然要退出 他就極力挽留 導致我去到現在 還有一件事 我小弟一定要藉著這次機會 一定要多謝吳先生 因為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 大家記得 10月份和11月份 2019年 我當時就在新加坡 Hong Kong resident here in Singapore is assisting the police with investigations after he allegedly organized a gathering to share views on the current protests in Hong Kong The event organized by Alex Yung was initially held at a bar in Marina Bay but was later shifted to the public area at Marina Boulevard Mr.Yung's passport has been impounded but he has not been arrested and is free to travel within Singapore The police warned that organizing or participating in a public assembly without a police permit in Singapore is illegal They added no permits will be granted for assemblies that advocate political caus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foreigners visiting or living in Singapore should abide 吳先生知道 他第一時間 飛到新加坡 請我吃飯 還吃過 胡椒蟹 新加坡名菜 然後還帶了我去他的別墅 因為他有一間屋在新加坡 成棟別墅 打算讓我住 然後我心想 拖地也不行 這間屋 我就多謝吳先生的好意 我還是住回酒店 多謝你給我一間鐵碟 我煮 雪中送炭 你 要多謝吳先生 真的是 這是很好的經驗 錦上天花 周圍都是 雪中送炭 沒多過 阿滋Sir 真是在這裡多謝你 是 講講阿滋Sir 我們在香港的世紀一的集團 有些人不明白 我是加盟世紀二十一 不知道什麼叫Franchise 可不可以講講 在全世界或者香港 Luk Sir 什麼時候加盟世紀二十一的呢 其實世紀二十一是一個美國品牌 就五十年前 剛剛今年五十年 五十年前 即是1971年 就在美國成立 短短幾年已經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 地產代理 我就在 1993年 加入 94年正式在香港運營 到現在 都27年 都有 香港只有一百五十間 現在全世界有八十一個家 一萬二千幾間公司 為人 提供一個優質地產服務 這就是我們 其實 今天因為 五十周年 我特意 拿了一個禮物上來 送給你 謝謝 你看看 這個是我們特意 找香港 食國僅存的手繪圖瓷廠 熱東瓷廠做一個 五十周年紀念 杯碟 和一個餅碟 這個是 有些 手繪的花 這個叫做 港彩 好像英國皇室那些茶杯 英女皇 瓷器就是骨瓷 但是 那些 這個設計 真是 很有 我們傳統 廣東的特色 很有貴族的感覺 當然 亦都 我們擺了一個 50周年的紀念章 亦都希望 你 能夠 這個很精緻 吃點餅 喝點茶 記得 我們這個 50年的 傳承 這個 簡直是 High Tea用的 對 對 很美 我知道你喜歡喝茶 謝謝 這套 只有1000年一套 今天拿給你 這套很美 很美 還有最有 好美 是香港 很久歷史的 越冬池廠 首繪 港彩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 50周年版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世紀21 有什麼服務 因為其實有些朋友不知道 加盟世紀21 有什麼好處 也有些朋友不知道 加盟商 也不知道 直營 其實 弘先生 如果有些人 譬如 因為我自己都是加盟世紀21的日本那邊 我又是澳門 你是新加坡 澳門又香港 就是總舵主 記住 這個brand的 holding 就是 吳先生 所以 可不可以講講 世紀21 香港提供什麼服務 給家盟商 或者容許我介紹 世紀21 只是講了有50年歷史 世紀21現在是全世界 最大一個銷售網絡 其實 世紀21 總公司匯聚 很大的資源 提供 法律上 推廣 全部 一站式的 所謂中央服務 去推廣這個品牌 給 地產代理 在這品牌 在一個有利和方便的環境 去經營 在香港來講 我們 有30多個同事 提供一個 支援服務給我們100多間 的 加盟 分行 headquarter 這個是 那我們 最主要做什麼呢 第一 跟發展商 聯絡 發展商的樓盤 發展商 我們這幅圈後面 看到有些發展商 給我們掌 做得好 加許 我們做得很好 但是 全部發展商都給我們 幫他 銷售 這些 一手樓盤 我們 在網站上 把這些手樓盤的資訊 很即時 提供給客戶 我記得 Luk Sir 在我2003年 加盟 世紀日的時候 因為世紀日 他有一個 背景給我 就是他有一個 銀主盤 的盤員 和全香港 一手 發展商 我們不需要 因為 那時候也好一點 現在 你一定要 發展商在 地產代理監管局 那裏一定有個授權 你才可以拿到貨 去做 我們那時候不用 但是因為 有一個 大樹好遮蔭 就可以 世紀日一個 branding 提供這個服務 當然 因為 提供這個branding 也是 因為 規管下 一定要發展商 指定代理商 才能夠 提供 一手樓盤的 買賣服務 我們是 其中一個指定代理商 也都是 像剛才說 銀主盤 我們跟全 港 各大銀行 都有合約 待他們賣 他們的銀主盤 其實我們也有 拍賣部 定時 拍賣一些 銀主的貨 法庭的貨 或者 當然 普通客 也都可以 委託我們 去拍賣 物業的 除了這些 其實 我們 也都提供 按揭顧問服務 物業資料 幫人客 能夠最有效 以及 最方便 找到物業 這些 其實我們有目標 接下來 大灣區的新機遇 有沒有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灣區 我們也 在大灣區 這個 有一世紀 不同產 在中國 已經有五千多間分行 大灣區 都有 幾百間分行 其實 我知道華記 你賣大灣區 賣到開行 多謝多謝 賣一個樓盤 幾百間 或是 賣日本樓盤 賣過千單位 其實我們 賣外國樓 也賣了二十多年 我們賣英國樓 加拿大樓 澳洲樓 都賣得很好的 變成 多謝 我們的客戶的支持 聽到吳先生說 本地的服務 如果加盟 四幾天 就有一手 有銀柱 還有一些 培訓工作 還有中央統籌部 可以幫助大家 然後 在 整個 地球 有不同的分行 現在最熱 就是越港和大灣區 越港和大灣區 我們在四幾天都可以做到 現在我們看 未來展望 香港的樓市 和內地的樓市 你怎樣看呢 因為內地知道大家 因為學區房的打壓 以及收緊借貸 最近內地有少少回調 但香港的樓價整體來說又升了 怎樣看現在 這個樓市 中港兩邊 吳先生 從 國際來看 今年年頭 英國樓 加拿大樓升 澳洲也是 這十年 其中 最好的 三個月份的銷售 美國也都不錯 在 這個錢多 因為 量化寬鬆 QE 全部 國家拼命泵水 所以變了很多錢 追 有限的 物業 所以大部分國家 也都是 升的 但是 那個隱憂 就是離息 什麼叫隱憂是離息呢 其實因為通脹 開始有一個火苗 變了 譬如 中國 都說面對 5%的通脹 變了 中國就很有定力 開始對一些 樓盤 或者 對民生 有影響的 地方 做一些工夫 這個是對的 我覺得一定支持 但是 看來講 國內的 房地產 就一定 受打壓 價錢 也都會 調整 香港來講 因為 剛需求很厲害 香港700多 800萬人口 300多萬家庭 但是只有200多萬個 單位 有七八十萬的不足 所以上車 只是上車也有幾十萬人 等5年起碼 再是 一年 有五萬多人結婚 新的單位 是三萬 鬆一點 每年 這個不足 是在增加的 所以 剛需求支持下 再加最低工資 將工資 慢慢推上 亦都說 最低工資升 購買力升 即是買樓的能力上升 在這個環境下 我覺得 自住的樓宇 在未來 仍然是看高的事 其他物業 不敢說 尤其是在截留 都可能 繼續 調整 但是 我覺得 跟大家說 如果你要 置物業 自己住 一定要盡快買 OK 我看到吳先生 特地拿了 上車的 智庫攻略 專門送給我們華記粉絲 有20本 是吧 有興趣的朋友 就 WhatsApp 6998 6777 你過來 登記了之後 我們最快的20位 就會每人送一本給你 今天 很感謝吳先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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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第21中華物業 香港一二首樓專家 專營 九龍站 奧運站 一手樓專車接送服務 查詢6683 1882 日本 追尋21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發寺 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皆様 ようこそ日本へ